各位师兄大德 我是小赖 欢迎来到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 孟参老和尚 我们最坏的毛病就是这个 佛就跟普广菩萨说 你若见有人读这个地藏经 乃至于很短暂 一念赞叹地藏经 或者见地藏经很恭敬 你要设千百方便 一定劝这个人精情莫退 这是好事 做得非常对 继续做下去 现生你就这么做 能得到千万亿不可思议的功德 有的道友或者这样说 一天都念地藏经 不但恭敬还持送礼拜 我怎么也没有得到功德 现在还没到 未来就知道你能得到 一点都不会丧失的 现在我们最坏的毛病 就是爱说别人的坏事情 看别人有一点错误 就把它发扬光大 看别人有一点好事情 很怕别人宣扬出去 隐瞒不传 这是每个人的通病 我们出家人也不例外 和尚跟和尚遇到 和尚跟比丘尼遇到啊 说哪个庙不好 就是他的庙好 其实他也不住 到处跑 这是社会最不好的现象 国跟国如是 人跟人如是 标个好名誉 这叫竞争 人跟人竞争 商业跟商业竞争 明的说竞争 实际上就是把人家 踩在底下 自己发财 这样世界怎么能好呢 见别人善事 他内心不升起惭愧 隐瞒别人的善事 破坏别人的善事 对之恶人 现在的世界 以惩罚为主 看见这些恶人 都把他们枪毙了 不是希望恶人能回头 能改过 我这回在台北监狱 跟台中监狱 开市的时候 他们彼此已经都犯了罪 有的判了死刑 死刑犯跟死刑犯 住在一起 还互相攻击 那没有必要吧 活不到几天了 还不改过千善吗 愿人人做好人 这才是菩萨心 并不是看见那些坏人 就不救度他 地狱没有好人 地狱还有好人吗 十八层地狱底下 阿比地狱 无见地狱 能有好人 还是有好人 他不是一点善业都没有 这个世界上 再恶的恶人 他还能够生存 一定有他生存的条件 不然他活不下去 我们四众弟子 愿一切众生 都能改过相善 希望人人都能回头 都能做好人 再别做恶人 这样才是菩萨心 不是听见哪个道友 或者看见哪个寺庙 哪个人 听人有坏事到处给人传 使他到别的寺庙也住不下去 不能留他单 那个心很坏了 这能是出家人做的吗 现在出家人就有 看出寺庙比他的寺庙好 想尽方法破坏这个寺庙 我说这些话不是随便说的 每个道友都有小妙 你用眼睛看 用你耳朵听 口不要说 看完了听到了你改正 你发愿纠正 我 怪不得说是末法 什么叫末法 这就是末法 三宝弟子都这样子 何况在家社会呢 所以佛告诉普广菩萨说 你若看人读诵地藏经 乃至意念赞叹这部经 你想种种方法 让他别退心一直做下去 这是佛的大慈悲心 佛不止主父普广 特别是到了第十二品 主父观世音菩萨更重 更多 这些大菩萨都受到佛的嘱托 弘扬地藏经都是法身大事 地藏经好像很简单 就是鬼神 就是世间法 但是意义非常的深 你要想读众生 到最苦的地方去读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 更多美文 请继续关注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也欢迎把我们推荐 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里 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是小赖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